同事家族始终长盛不衰 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 靠的就是一条祖努训 不要一条都走到黑了 现在可以挑起整个家族大梁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你 当今这些阿哥们 哪一个也不是等心之辈呀 夺狄之争早就在暗中进行吧 万一就说踩虚了脚跌了下去 你还可以通身再起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您老烧着八爷的热灶 让我去烧四爷和十三爷的冷灶 你也许会认为 我为什么不去烧四爷的冷灶 其实热灶烧不好 更容易引火烧身哪 事情已经到了不容迟疑的关口 你得挺身而出 就凭屁儿现在这个身份 一个李帆燕的老头 连单独上折子的资格都没有 那好吧 你明天就到顾军统领衙门任职吧 九门提督 六叔 这不大可能吧 这可是要皇上亲自委任的差事 皇上哪 我早替你说好了 明天早朝 你可以先到皇上那 写恩去了 有人磁关归故里 有人心意赶磕场 少年不知愁滋味 老来放之行路难哪 这个官 奴得实在不敢做 请皇上收回成命 龙可多 你在跟朕耍什么把戏 如果奴才做这个官 那就是不忠 奴才说出原因 那就是不孝 你们都出去 现在 只有朕在听你说话 说吧 奴才说完了之后 还请皇上千万不要追究奴才的六叔 更不要追究八爷 这个事与八哥有关 奴才不知道 只不过是昨天晚上 奴才的六叔把奴才叫了去 说是推荐奴才 而且告诉奴才 说以后要忠心耿耿的扶走八爷 而且一定要把八爷推上去 说现实局八哥势力大什么的 皇上 奴才刚才所言之事 都是奴才的心里话 请皇上名见 你的权 奴才在 传旨 明天 在上厨房 一句新太子 我们上厨房的几位大臣 也联名上了一个折子 保举的 也是皇八子联亲王 张中堂 你也来签个名吧 签个名吧 你们二位联名吧 我呢 单独上一个秘者 你单独有一个秘者 算了算了 人可有志嘛 既然张中堂不愿意让我们知道 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何必强强呢 传众皇子 对啊